香港教師、教學專業和道德操守研究的看法 和內容 基本上這個研究已經做了一段日子 在今年的三月和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和教育評議會 兩個組織在一起支持下完成這個研究 希望可以從一個比較中立的觀點去看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香港我們什麼才叫做教師專業操守 裡面是否應該包括一些個人操守 究竟標準是怎樣 而現時我們香港是以一個叫做專業操守議會 去處理一些教師規範 用一個比較概括性的方法去規範 我們總共問了五十條 關於一些我們是否覺得 是不是一個立入教師操守的範圍 自己有沒有做到 是有五十條的 這五十條裡面其中有十三條 這十三條我們會發現同意和不同意 是一個操守的問題 那佔的比例是四六比 即是五五波 是否由一個工會一個專業工會 認受性的高會去處理一切事務 包括如果有些老師是違反一些專業操守 而是那個工會是有權力去處理這些課題 找這些老師 我覺得是否應該在今天開始會想一想 私人生活是否應該被立入規範 這相當引起很多討論 譬如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其中有一題說過在操守裏面 是否應該規範老師操完畏育 其實有差不多七成多 將規範分成三個層級 有些叫必須遵守 鼓勵遵守和建議遵守 不過裏面的內容相對地比較細緻 譬如說必須遵守 這些講一些大原則 大家覺得沒什麼異議 每個人都應該要做的 我們就叫做必須遵守 但涉及一些 未必是很明顯有一致性立場 或者對社會上未有一些共識 但我們覺得在社會上作為老師 有一個責任 去為了專業的形象 或者社會建立一個良好風氣 我們是否需要鼓勵遵守的行為 而最後有些叫建議遵守 是新分開三個層級 究竟裏面的內容是怎樣 當然是有業內人士去討論 但這個建議在我們的研究裏面 有89%的老師 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 同意是這樣的做法 究竟學校教育成功或失敗 導致整個社會公民的數字 向上提升或往下沉淪 而學校教育的成功與敗 我們又可以看到 這個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教師群眾 我們看到整個社會 對教師的要求是有一定的 我們一定有一個良好的價值觀 原來支持到我們作為教師專業 受到尊重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或者是走出課堂以外 我們的衣著 我們的語言規範 我們的代人接物 我們都應該有一定的自律 或者我們有一定的自我的要求 這樣才能換取到 社會大眾對教師的尊重 到了今時今日這麼多元化的社會 社會已經不會白白地 一定要尊重教師 我們說當要學生素質的提升 大前提 我們作為教師 我們的質素不單止保持 而且亦都需要往上提升 有一批很重度的老師 守住正度的老師 然後就會受到尊重 就是說如果坊間 我們說是專師中道的 我們作為教師行業的話 就應該先中道之後 然後坊間也好 社會人士也好 就會專師的了 我希望能夠帶到這個訊息給大家 作為一個互相勉勵 互相分享 我們說明 我們下期了 我們的官員 請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